第六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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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瑞斯對上 NICE 老對手 很熟 就像是跟瑞斯聊天的結果 他最近天梯到 NICE好像打得蠻不錯的 只要他想贏 就不會輸 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講 只要是NICE的習性 很容易跟瑞斯打到後期 然後最近瑞斯 應該這樣講 瑞斯對這個後期的理解 我覺得真的算是不錯 所以他打到這種後期的局面 基本上他是 他的意思是他想贏就不會輸 的意思是他只要想打後期 他就不會輸 沒錯 這聽起來有點可怕 就是你 只要歸到那個後期的 大龍 大龍鼻飛飛 我覺得瑞斯的勝率 可能高一點點 好 第一張地位來到的是羅曼史 地圖右下角紅色紅色的 神主選手 是來自α8 戰隊的NICE 左上角藍色 藍色的重選手 是來自 TeamGP戰隊的Rex 是 盡量不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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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煤炭路喔 硬放了以後就回來採礦 那瑞士也沒有搞些有的沒的 不去 有趣 这两个人真的是相爱相杀 很熟啊 这张图看起来很有机会打到这个局面 很有机会打到后期的局面 只要看这两边后期的部队空到包 我看了一下那个收看名单 我发现有登录ID的人是少数的 大家应该都直接点进来吧 因为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每一次进来你就要再登录一次 这是有原因的 你说这是有政策的关系吗 因为韩国那边的关系 他们规定不能这样让你长久登录 你要重新登录 但就比较不符合台湾人的使用习惯 台湾人使用习惯就是这样规定 台湾人使用习惯就是我登一次之后 之后我只要点进来就要让我自动登录 但这边就是等于我要每一次进来 我都要自己手动 手动去登录才可以 所以我这边就选择最方便的FV登录 点一个键就可以一饶有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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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看來是一虛空兩仙姿的開局 三跨很早就放了 像是殺了兩龍,感覺是沒有賺 那剛剛看到虛空來射以後也是馬上把二本提上來 等一下可以做很多事 現在重點就是我繼續按我的後蟲 後蟲等一下繼續按,然後看後面的管子 找什麼其他的東西 唉唷,帶著這個 唉呀,太卑鄙了吧 到目前為止的攻防 雙方選手的攻防打起來 我是覺得瑞士是小 差了一點點小角的便宜 還有蟲洞,蟲洞來了 蟲洞要來啦 在... 二礦前面 唉唷,有可能開在這個上面 這上面是沒有視野的 NICE是沒有視野的,是有機會的 沒事 沒事 然後那個虛空的位置也不是在清... 他是往對方加... 三換飛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有有有感覺有感覺了 那這個很關鍵 這個很關鍵 但我就直接開正面了 我這邊就直接硬來 然後這個...這邊直接...NICE 七二控了 這個...開得出來嗎 開得出來嗎 七三控 七三控 啊... 再開一個 再開一個 開到桌下 然後這時候 Dress家裡已經... 他這邊選擇隊喔 因為他已經把你三控打掉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必要再硬打你的東西了 這邊他就選擇家裡直接開始補了 然後等一下其實可以直接反下一個... 再下一個螺旋塔 然後補起來之後可以直接下螺旋塔 這邊先B3你的三控 然後後蟲再爬出來 那你有沒有下螺旋塔 那個...瓦斯還不夠 瓦斯不夠瓦斯不夠 當Rex有鑽嗎 其實但B3這個三控是有鑽 他家裡已經農建了 農要按起來了 我怎麼覺得不賺啊 看他可不可以再B3一次啊 再B3一次應該就賺了 再一次 而且他還在按... 他沒有...他沒有... 沒有下其他的科技耶 他是怎樣 這把他這樣發通到... 再過來... 來 好...我看一看 進去了 哎呀...剛好是封鑽在那邊 你這樣真的覺得Rex有斷嗎 如果... 因為我不知道他剛家裡發生什麼 他農民補的不用我想像中的 因為我想像中的快耶 因為他剛剛如果農民是我想像的那個進度 那個速度在鼓勒的時候就在測試算 好穩固啊 剛剛這個礦字都守不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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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三本 阿豬飛馬 甘冰蟲加飛馬 夢想單位 不用啦 這個甘冰一下 手上打一打 對阿 來了 有種一個進來 來了 這邊Race有反應 又過來 看什麼看什麼 欸來了 定 他先丟這個GG了 他竟然使用了這個GG的東西 我還以為他要用的東西不是這個東西 太神奇了吧 我跟你講這時候在出暴風劍 遇到這個時候地面出暴風劍有很多東西 這個後頭是一輩子打不到 一輩子打不到那個暴風劍的 對 這麼快 我就覺得兩顆把耗筒炸了吧 唉唷 要丟這個橘橘的霧了 這個時候有後銅 這時候有狂風劍有點搶碳 哇 後銅八八 我真的覺得這種開命點的狂風劍阿 是比那個 比哈姆還好 真的假的阿 你覺得這時候有狂風劍阿 因為他不會死阿 遇到這種後銅的人 你狂風劍不可能會死阿 我之前 我曾經爬人家後銅 我爬了好幾次 然後遇到 唯一爬不贏的是出暴風劍阿 出暴風劍反而讓你覺得比較棘手對不對 對阿 我爬不贏阿 完全爬不贏阿 而且 跟你講 爬後蟲的 如果是這種沒有惡粉在爬你的東西 加你出一定要出暴風劍 他 他會完全 你反對回去他完全沒辦法 那你沒辦法 看起來 這把 瑞斯應該是沒了 我感受到瑞士的用心良苦了,他是不是不想打太久 硬抽了,直接抽掉 死了,死了,死了 你不能装掉,死了 更好,死了 王蟲 王蟲太爽了 他硬戳 戳幾隻就戳幾隻 戳到人家 這戰機虛空怎麼還活著 重點是他殺到的王蟲 人口怎麼還是200上線 沒有啦 剛才是184 剛剛是184 剛剛是184 剛剛差點看了礦 這樣經過還可以再多戳一個礦 天啊 這麼流跡了吧 他怎麼已經戳後銅了 沒有啦把這礦戳了吧 不行 太多成這樣 他怎麼會被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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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多少也被戳掉了 你是不是虛空可以做什麼東西 他就沒對空了 他沒有能追得到虛空的東西 太強悍了 這個虛空 他已經3點了 下VS了 送掉了 送掉 快要送掉 這個虛空 對面一直沒有出腐墓 所以這個虛空在這個正面效益沒有到很好 所以這時候送一送換成一些其他的單位 換成質量更高的空軍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刷一點電兵出來 這個局面 你不會到這邊的蟲族還不一定會輸嗎 我也怎麼覺得 這個局面好像如果神主意會沒打好 雖然是神主優勢沒錯 但是蟲族不一定會輸啊 反正神主也沒全換 神主的前點才是一個不好玩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蟲族礦是真的偏少 他的礦太少了 要換一波很好的戰局 因為只要這一波沒換好 一旦沒換好你就愛不輸兵了 所以這波一定要想辦法換得很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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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獸 這個雷獸就是來割神豬下面的那些 白球 烈光球 閃電 那只能割下面那個 我覺得這時候蟲族要轉兵轉的夠大波 一波交換完以後 直接轉一波神豬沒辦法應對 但現在問題是 Rex的錢 也不夠轉 他反而還比較早 他只能打一波而已 他就只能打一波 所以 現在Rex也不敢 應該其實神豬 平常如果這麼大膽走在這種地方 其實蟲族是有機會可以包的 是可以找隊去包他 但問題是 現在沒有錢 所以Rex也不敢直接主攻交戰 你都不能打一波 龍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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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先拿下第1分 這個到後面那個叢竹經濟跟神族沒得比啊 只要是差一片還兩片礦吧 剛剛是一樣多啦 左下好像差一片吧 NICE好像開到右上去了對不對 然後左下角這邊下面也開 好像多一片還兩片欸 正常叢竹要跟神族換得起 要多神族一到兩片礦 就他們礦數是一樣的 難打 我剛才的NICE應該不只多一兩片 好像多三片 看起來多了三片 RACE就五個礦 NICE好像有 NICE好像有 6、7片 1、2、3、4、5、6、7 蠻多片的 2、6片 2、8、1、3、8、1、4、5、7、4 1、3、6、5、5、3、4、8、2、8、7、11 2、8、D9、5、6、8、6、86、3 札格納特 地圖右上角紅色 紅色重球是來自 Team GP 戰隊的 Rex 左下角 藍色重球是來自 Alpha X 戰隊的 Nice 主要是那個啦 中間又被虛空多繞了好幾次 隨著夾 剪刀 結束haft幾次 直接開在山礦那裡了 我剛還以為Rex這個氣勢是想要拉東西去幹那一隻 全部一起去幹那一隻西礦的農民是不是 他不想要讓他活了 要幹就是兄弟一起上 其實後蟲在最後的會戰的局面還是有他的用處 他還是蠻強的 所以最大的問題還是你股份夠好看不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NICE有錢 所以他可以打得比較大膽的跟你換那一波的戰術 所以他是可以先跟你AA看的 反正大不了A了沒有A好我後面還可以有DF 但Rex那一波一旦被換到半數了他就沒有下一波了 所以剛剛主要是插在這邊 那也是可以打的很大的 重組怎麼可能跟對方交換然後不死你 對啊不可能啦 重組在做交換的一定都是死一大堆兵 我跟你一起死但重組的優勢就在他補出下一波很快 那下一波補出來是只要 比如說你要一次補30條補杯 你就只要補杯的建造時間就好 就超級快 但對面要補出航母這個要超級快 所以重組到後面要贏神組就是轉兵的速度要夠快 這波換完突然來一波200人口雷獸這樣子 然後當兵方出一個能夠克雷獸的東西 就突然又來了一波200人口的補杯把航母損失了 還是200人口的飛航 對類似像這種東西 所以重組裝存款一定要真的夠多 重組的優勢就是這樣 不太可能 重組我覺得真的很難去完美的跟對面換一個很好的戰型 很難 尤其是打到這種後期的後期的黃金艦隊 通常都是換個護婆然後靠轉兵打贏 對啊 就是後面馬上現接出來的兵 然後幫你把那波直接這樣反思回去 常常會是這種局面 所以才會說重組噴軟很重要啊 就是你能不能把下一波兵借出來 這就很難做 出發 然後這個走過來也不退不了 這個感覺是要直接刷個6隻9隻的直接飄過去的 剛剛那個Puzzle有一個把他打的 這口看他會耐性幾個 這個東西建築物店 Nice 只有4個兵 4個兵也可以 這個怎樣 他這裡現刷 現刷哨兵給你看 難道這個哨兵是一個騙局 剛剛Race的狗在那邊 那一次現刷哨兵給他看 那他一定不會防這個 他就不會防這個東西 這是個騙局 看到看到 有這種事 是阿 家裡也把蟑螂按 但是很可惜 他剛按了一波公兵 蟑螂只能按幾隻而已 對 所以他的蟑螂剛彈出來的那4顆 浮死了 這個強行飄阻壞了 上面 哇 頂到一波狗 白癡的狗卡在這邊 他卡在那邊 靠北阿 阿 重礦走 大家再往那個山洋坡 再往土礦掉 阿 這邊洗了 通了啦 17頭 這個nice的教室很明顯 就飄得比puzzle好多 嗯對 不通水平 剛剛甚至Race剛打Puzzle就把他的兵更少 結果Puzzle完全沒測到的東西 很明顯就是這兩個人在操作這東西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吃掉是吃掉的 但過去對面應該蠻多東西 家裡應該也很多東西吧 可以再加速 不休加速 這個螺旋塔很關鍵 這個螺旋塔是有機會逆轉的 這樣看起來 因為這個Race現在在存錢喔 等一下一次可以按14-15條飛塔 那NICE剛好要出門了 要出了 這波還可以按嗎 按下去了 按下去了 不關鍵 那就要靠這些東西打 這個飛塔可能也要 可能也要參戰了 可能也要打正面了 這波很兇狠很兇狠 後面結一波追獵 後面結一波 有沒有機會 全部拉出來守 這個對面 好像守住了耶 沒有沒有沒有 守不住守不住 對面太多了 而且還有那個燒兵開盾啊 可是沒有續兵 對啊他續不出啊 我就守住了 我去POL了 沒有續兵 有沒有幹 重點是Race加還可以再按更多的飛塔 他還問多瓦斯 他還問多瓦斯啊 他還問多瓦斯啊 哇 那這樣子要被非常牽制到死啊 對啊 我現在只有一個VS 他這邊沒有操作太虧了啦 被那個火砸超級多東西咧 結果 不過Rex這邊他沒有 他沒有要一直按非常早上 他這邊找回去 還是找回去地面 買出了一條火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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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這個蟑螂頂這個正面這一波了 Race要按到200了 他等一下會變一大坨鳥獅直接頂這個正面了 他等一下會變一大坨鳥獅直接頂這個正面 來了 來了 頂過去頂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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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了要頂了 這都很關鍵 哇 睡上去這樣死光了 等一下沒有東西牽制這個鳳凰 但沒關係啦 主要是地面 地面要打一條 來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反正 有沒有辦法打贏 好像有點難欸 這個瘋狂變多 把九尾鎖都踩了 九尾鎖都踩起來 哇 沒了 九尾鎖都被踩起來就沒了 哇 蛤 兵敗爐山倒 在這邊拖回來就省不住了 這波壓力差差一波大多了 哇 好像是那個鳳凰沒辦法解決啊 他一直在開九尾獸 這裡還有四隻追獵去掩護一下 太熊悍了吧 阿怎麼還不扣 他覺得剩下的兵 因為他也是沒去兵啊 跟剛剛情況一樣 他不想要地面被吃了 所以先回去 反正鳳凰繼續撞 我現在一直在想 剛剛如果我第一時間吃掉 他後面那六七百萬 再多按七條飛躺出來 然後一直去騷擾 會不會比他轉蟑螂還要好 因為那個節奏是接著上的 他是會一直在那邊鬧的 我不知道 到底這個 這樣接跟接招牙到底哪個選擇 好一點 這A力突然出現在聊天室裡面 他是不是來送 Race最後一層 送新氣球 送新氣球 還是他其實是要找我去打 ARAM 最近你們在玩那個就對了 上個禮拜也玩了一下 其實已經 之前有一陣子我們蠻瘋的 幾乎天天打AR 空房兩個都一樣 對 但 部隊的質量馬上就要出現落差了 不是已經出現落差了嗎 現在有啦 但 等一下會越來越明顯 因為耐捨 那 記得到只要這顆聖母劍出來 就 就沒有輸的可能 好 現在看起來 暫時衝突 還有你收看 但等一下這聖母劍一層 好 直接結束 好 免費的白熊 還有一顆耶 還有一顆免費的 FREE 好 怪的要墊哪邊 墊哪邊 墊哪邊 好 Race這個陣子 這個陣子也很好喔 但 質量 質量有落差 開蹦開蹦 不朽不朽 開蹦開蹦 好 衝過來 恭喜NICE最後是以2比0戰勝的Rex 看來比賽中的NICE還是難以擊敗啊 比賽中的NICE還是難以擊敗啊 有點難啊 對於剛剛那場有什麼心得嗎 嗯 我覺得前面 繼續按菲龍比較好 我感覺啦 你說那個 菲龍有優勢那時候 那時候他有790萬菲龍 你覺得比較好 對啊 我覺得按菲龍好像好一點 然後直接壓制那個VS的位置嗎 對對對 因為他那個時候 就只有一個VS 第二個VS才剛下 他還可以鬧蠻久的 然後鬧完之後 看再裝回為什麼 我覺得 有人說刺蛇啦 但我覺得刺蛇沒有比較好 因為刺蛇照價也會 所以等於說你那個時間點 你也不會有壓制的Type 你其實是 人口是拉不起來 你會有一個時間點人口拉不太行 刺蛇不一定會比較好 因為後面很關鍵是那些飛糖都被鳳凰吃了 然後這邊也被吃掉了 就變成橘子變殺 後面那個樣子 雖然說他本來也沒有要 就是那個飛糖是本來就一定會送掉 送掉 但他就可以把優勢擴大對不對 那時候 我是覺得他可以 那邊我是覺得可以再擴大 嗯 瞭解 那今天的比賽 第一場是 勾結尾對上Message 2-0 然後第二場 瑞士對上Puzzle的時候 是 欸 Puzzle 2-0 喔 Race 2-1 喔那算今天Race 喔 然後那個名牌卡對Puzzle Puzzle 2-0 然後Puzzle對上NICE的時候 然後NICE 欸NICE2-0 1-2 他只有贏嗎 喔 然後NICE對上Race 最後NICE是2-0戰勝Race 喔可是他沒辦法開那個字 好不方便 Puzzle快不行 快不行喔 我這個咳咳咳 咳起來 對啊 你咳很久了 我都沒在咳 你只咳就咳一邊 我也 我已經 我也不 我看看這星海 不打星海一個月 會不會有微妙的變化 不打星海一個月了嗎 好像 我已經一個禮拜沒有 沒有碰這個遊戲了 這個禮拜 那 所以你這樣打星海 就會咳就對了 沒有 沒有打也會咳 老鴨也會 比較大的問題是 比較大的問題是那個 甜的東西真的沒辦法送 現在真的不太能 騙到 對啊 對啊 餵食道逆流對不對 應該 我覺得 應該九成 九成是餵食道逆流 甜的辣都不要 都會 只能吃一些比較 沒有這麼刺激性的東西 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轉播就到這裡啦 那下禮拜五 一樣是會有 自熱限時的第三週 對一樣也是晚上八點 那到時再請大家準時收看 對那我們感謝他朋友 帶來今天的講解 感謝大家收看 對 那我們就下禮拜五再見囉 大家玩拜拜 拜拜 好 的 好 是